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476集 这石盘上的凸起跟另外的那几个石盘的凸起也很明显不同 这都是一个一个树立的长石条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些长石条全部都被雕刻为宝剑的形状 因为这石盘巨大 所以这石盘之上的宝剑数量也是不计其数的 而让林宇惊讶的是 这石盘上的宝剑皆是剑尖朝下 剑柄朝上或立于石盘之上或是悬在空中 不凭借任何的支撑和外力就那么凌空悬道着 林宇俯身仔细一看 心里不有一阵的惊异 只见这些个悬空的石剑或高或低 低的距离石盘不过一两公分 高的则距离石盘十几二十公分 错乱复杂 饶使林宇一时间也无法认出这是什么剑阵 这些石剑就这么凭空扶着 林宇皱眉冲水东尾疑问 水处长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这石盘和这些石剑皆都是磁石所造 放在古代是叫做磁石 磁想的磁 原来如此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竟然没想到 林宇一时间恍然大悟 不由摇头苦笑 其实他一开始就应该想到的 这个剑阵是这二号密仓里 最早进仓的器物之一 当时我还没有来军情处呢 怎么样 你可认识这剑阵 林宇没有答话 而是眯着眼睛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剑阵 想要窥探出这剑阵的奥秘 不过看了半天 他没看出其中的玄妙 反倒是看到眼睛都有一些花了 他用力地挤挤眼睛 接着无奈地摇头笑了笑 这剑阵实在是太过胖子 说许是浅薄 我实在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啊 其实他从古书古籍上 看到过不少的奇门怪阵 或多或少 可以以其中的阵型 一些特点 判断出哪种阵法 但是眼前这个阵法 他实在是陌生无比 可以肯定 他从没在书中看到过 听到林雨这话 水冬尾顿时开怀 朗声大笑 颇有一些得意 佳容啊佳容 也终于有你不懂的了 还请水畜长赐教 赐教谈不上 我对这些东西也不是很懂 甚至至今为止 连这种阵法是否存在 都无法分辨 水冬尾面色凝重起来 他认真说道 你可听说过朱仙阵 朱仙阵 莫非这就是 神话传说中的万剑朱仙 不错 你也说了 这种阵法 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 至于是否真的存在 甚至是不是后世 以鹅传鹅渲染出来的 这也都是未曾可知 或许这石盘 就是后人根据传说 造出来的一个 理想中的朱仙阵罢了 林雨的眼中 一时间泛起了异样的神采 仔细盯着眼前 这万剑朱仙阵 他兴奋说道 但是 这石盘的材质和文字 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 不错 这石盘监阵的历史 确实不断了 是从古代 一个很古老的 悬术门派流传下来的 哦 什么悬术门派啊 林雨满脸地好奇 他急声问道 林雨听到 古老的悬术门派 这几个字 不由心头一振 暗想 这剑朕莫非是从 兴斗宗流传出去的 那如此一来 这阵法可信度便大大提高了呀 这个门派 起码有上千年的历史 叫雾隐门 雾隐门 林雨闻声不由神色一振 颇为惊差 但怎么也没想到 这剑朕竟然出自 李清水所在的雾隐门 不过 转念一想也是 雾隐门擅长的便是 苍天不地 奇门遁驾 只不过 这剑朕到底是雾隐门 从全门前辈中继承下来的 还是雾隐门 创始人开创的 就不得而知了 怎么了 家荣 看样子 你知道这个雾隐门 水冬尾看到林雨 脸上惊奇的神色 不由出声问道 对 对有耳闻 如果这剑朕是出自雾隐门的话 那其实可信性 真的很大 就算这不是神话传说中的那个万剑朱仙阵 也起码根据万剑朱仙阵 研发出来的一种极其厉害的剑阵 说话间 他脸色陡然一变 眼中默地燃起了一丝诧异的光芒 这 这是太极阵 此时他突然发现 如果仔细观察 会发现靠近他左侧的这数十把石剑 如果单独剖离开的话 也是一个单独的阵法 太极阵 还有这个 这是两仪阵 他再次忍不住惊叫 只见这太极阵旁边数十把石剑同样剥离出来 便是单独的两仪阵 还有这些 这是四象阵 林宇的眼睛默得睁大了 他突然发现这剑阵中蕴含着阵法是一个接一个的 数量庞杂 可谓是阵中有阵 而最精妙之处便是 这么多毫不相干的阵法 一同设置于这个剑阵当中 竟然没有丝毫的冲突和违和 反倒是互为相连 互为增补 形成了一个更强大的阵法 真是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林宇神情错愕连声惊叹 整个人被这悬而又悬的石剑石阵法 彻底折服了 你能看懂其中的玄妙 水冬尾剑状也是不由猛然一争 他有一些惊讶 只能看懂皮毛而已 林宇苦笑一声 如此神奇的剑阵 那是他顷刻之间就能研究透彻的 说着他神色一灵 急忙摸向口袋中的手机 沉声冲水冬尾说道 石处长 我能否将这剑阵拍下来 回去之后 我好进行研究一番 这个 这不合规矩啊 如果放在平时林宇进了密舱是要没收手机的 今天情况特殊 所以也不存在这些个所谓的搜身 但是军情处有明文规定 密舱内不需照相 不需守处 沈处长 这剑阵中的选妙对于我日后能否成功击杀万修 只关重要啊 以我一人之力想要击杀万修实在是有些艰难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注意搜寻各种奇门阵法 就是为了日后对付万修的时候能够一举杀志 听到林宇提到万修 水冬尾的眉头一时间皱紧了 他略意沉思 这才点点头说道 好吧 我允许你拍摄下来 但是这些照片绝对不能外传 否则可能造成的后果 你应该清楚 放心 您大可放心 林宇一时间喜不自禁 急忙掏出手机 将这台上的剑阵拍了下来 为了将其拍摄完整 他特意转换了多个角度 拍摄了多张照片 他拍摄的过程当中 水冬尾一直满脸紧张地盯着他 脸色晦暗 似乎若有所思 直到林宇拍摄完毕 水冬尾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下来 太好了 这一来二号密藏真是收获颇风啊 太好了 林宇检查着手中的照片 一时间兴奋异常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